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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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阳光散下来雪就会融化 在远的远方都能够到达 想要用力的追逐 在空气中 哎呀呀 自得自在 莫名其妙就会期待着 感知快乐仗在即刻回顾 穿入未知的孤独 每整每秒都自然 哎呀呀 相信在明天会拥抱灿烂 我会更加勇敢 到时间下一站 因为不确定答案才更梦幻 我会更加勇敢 确定不怕孤单 冲破世界远寒 勇敢就可以 只能 I know I know 幸运降临又勇敢的人 演技不错 彼此彼此 许八卦 老大 我发现了你今天晚上 特别特别关心陆家呀 我是说 你这次要表白一百分 算了算了 我给你九十九分 我扣你一分 我怕你太骄傲 那 我们回去 嗯 我爸叫我回东高一趟 那是问相亲的事吧 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你打算怎么跟他说 实话实说呀 相亲失败了呗 那我呢 你 我还没想好呢 那花呢 大哥 花是我自己买的呀 哎呀 我会见金形式的 那走了 嗯 走吧 爸 我回来了 哦 佳佳回来了 嗯 哎呦 那么高兴 快跟爸爸说说 是不是跟赵林芝相亲有戏了 没戏 没戏 你 没戏你还这么高兴啊 啊 他还送花给你 这我自己买的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啊 相亲失败了 反而高兴 还给自己买花 你 是这么个意思 啊 爸 放这儿好看吗 嗯 一般啊 哎呀 哎呀 哎 哎 这儿呢 也不太好看 还是放我自己屋里吧 嗯 怎么这么想 子俊啊 咱们佳佳 这次相亲失败 是不是受刺激了呀 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心急呀 我是不是不该逼的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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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手机冲上电了 你在干嘛 哎 我在想你呗 噢 不行不行不行 我 我在 你在干嘛 爸爸 你猜 怎么回他呀 这是 好香啊 我知道了 徐家修 能不能有点情趣 你把我 你把我当什么呀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啊 一看就不会 这是生气了吗 是不是我刚刚语气太重了 你生气了吗 我刚刚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你怎么不回我呀 完了完了 他肯定生气了 肯定生气了 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说呀 怎么办呀 我应该怎么哄他呀 怎么哄他你说 真是受刺激了 对啊 不对啊 应该他哄我才对啊 是他有错在先的 电话也不接 你怎么回事 喂 你出来一下 哎呀 谁让你来找我的呀 真是的 那你等我一下吧 就这个了 不好意思啊 让你等了这么久 没事儿 也就半个小时吧 你怎么突然来了 你怎么突然来了 我给你发微信你没回 我以为你生气了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要不我们去校园走走 好 好 在学校呢 你别带坏学生 那我们往这边走 好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我接你一起去公司吧 那我们要告诉他们吗 我不介意啊 听你的 哎 还是别了 告诉他们肯定会嘲笑我 为什么啊 我之前到了那么多笑话 然后现在又跟他们 说在一起了 那多打脸呢 你再说了 你自己员工手册上那样 禁止办公室练情 那 如果公开了 你要辞掉我吗 老板 不 谁敢阻止我们 我就辞了谁 在学校呢 别闹 好 我们别一起进去了 那我去给你买早餐吧 嗯 嗯 老伯儿 老伯儿老大 的 很痛 哎又疼了 怎么了 没事吧宝贝 怎么了 哪疼啊 刚摔门 关门关太大劲了 你要不要吵架了 哦 对 我俩吵架 我半路遇见他 本来想让他再我一程 没想到一言不合 他又把我给扔下了 你看 老大 他说的对 相亲相的怎么样 那个赵立志帅不帅 腰疼 老大 那个赵立志帅不帅 你不是去看了吗 帅不帅 帅不帅 别哭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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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我看 老大 你不都看见了吗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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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 你腰怎么样啊 好点了 好行 走吧 真是 你没事总跟他吵什么架 老大这样太过分 你腰还疼不疼啊 我腰就是 好像好点了 小陆姐 你怎么了 不是 你们没事吧 陆江 你进来一下 我去就会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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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完了 完了 老大 什么时候开始落窗帘了 小陆姐不会有事吧 陆江 快走快走快走 年纪不错呀你 彼此彼此 油疼吗 我给你揉揉 我骗他们的 你骗人呐 骗人呐 许八卦 那个陆佳 我上次给你看的文件在哪呢 在 在这儿 在这里面 不对 文件 我找找啊 你好好找找 好 嗨 怎么了 啊 你 不是给我的吗 对 是啊 专门给你买的 对 给你买的 徐晓修 你周报干什么去了 打你电话也不接 要么通话中 要么关机啊 周末 周末我 周 周 你找我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咱们新项目的现况图 我能不能晚两天再叫 我这两天实在是没什么灵感 好 拿着哪茶 回去 慢慢找灵感 好 我回去找灵感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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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着急 徐晓修 你 你怎么管都不知道给我啊 什么孩子 我拿管 拿 这 不好意思 住手 没事没事 走啊 我也肯定啊 下宫 好吧 我们之前的亲密术呢 就像这样 每一位用户都是一棵树 每一个果子呢 就是一位好友 亲密度越高的呢 果子就会越往上 而在下面的果子呢 亲密度就越低 当然了 亲密度最高的 就会登上树的顶端 这些星星啊 果子啊 它只能看 它不能摘 而我们新项目的 开发思路就是 让我们不仅可以看到 还可以摘到 我们可以通过 我们的朋友 添加朋友的朋友 但是呢 我们会相应地 设置一些权限 如果啊 我们是老同学 老朋友 或者是老情人 大家都可以添加好友 但是 如果你们八根的 打不着的话 那你就对不起了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新项目的 开发思路 等显微总的现况图 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搭建 UI框架了 快了快了 再等两天 你最好再等两天 我觉得我们不能总管这个叫新项目 以后沟通起来极为不方便 大家集思广义一下 给这个新项目取个名字 亲密书二号 亲密书二号 有点像保健品的名字吧 我发现现在社交APP都喜欢用碟子 什么熏熏蜜蜜蜜蜜 不如我们就叫洛洛吧 洛洛 还大方呢 好 我觉得我们这是一款社交APP 所以侧重点就是社交 不如我们叫找朋友 不知道了 叫丢手劲怎么样 找兄妹 主持人 祝福圈天下所有的情侣 都是兄妹 行行行行 哎呀 干嘛 你让我们敲敲代码还可以 这想明的事想出来 来 终极法宝 番字点 来来来 来来 看 虎 虎珀 虎珀 许总 六点了 六点怎么了 过了六点就是加班时间 按照公司规定 加班吃饭 老板买单 我们是不是应该 严格按照公司规定 执行啊 对 那你们想吃什么 我想吃牛排 我要吃烧烤 我们要吃海鲜大餐 你俩出去 什么 干吗 你不吃啊 吃 吃吃 徐家修 我想吃火锅 这顿谁买的 你啊 那是不是得听我的 完全想不到 老徐一个吃火锅 要洗三次澡的人 居然会请我们来吃火锅 这个时间是不是重制了 这个呀 是上次咱们吃火锅 老板娘给的 咱们创业型公司 剩钱 徐家修 我来吃火锅 我来吃火锅 老样子 上菜 好 珍珍佐 我给你喝酒 好 来 干杯 干吗 老大 我发现你今天晚上特别特别关心陆家呀 我知道 你把他又亲你对吧 你傻喝点 听说呀 那家火锅店可好吃了 佳佳给了我好多的优惠状 佳佳推荐的肯定好吃 就是这家 是吧 走 行 这个推荐 挺好看的 甜甜 哎呀 生意不错呀 需要休 甜甜 家头 佳佳 佳佳 走走走走 怎么了 快走走走走 不吃了吗 来来来 吃点水果 哇 谢谢老板娘 你多吃点 早得贵子 你什么意思啊 永不分离 你厉害了 我印象汁 自己拿 可你再这么干等下去 那正身永远都验鸣不了 师傅 你要不要想想他除了类质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特征 哦 对对对对 其他特征 嗯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什么 啊 我初恋身上有我的牙印儿 我可以通过这个找他 哦 都这么熟了 不用看 嗯 谢谢老大买单 谢谢老大买单 谢谢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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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走了 嗯 走 哎 慢点啊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宝宝 哦 你是不是和徐家修 是什么呀 别装了 傻子都看出来了 你俩是不是在一起了 徐家修跟你说了 这还用他跟我说 你俩这么明显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很明显吗 我俩今天在公司演一天啊 都没一个人发现 演一天了 哦 那是因为他们都是直男 哎 你俩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在一起多久了 我呢 谁知蹦蹦 走吧 哎 徐家修 好 你先别睡 好 玩玩 香不香 香 这是什么呀 除味噴雾剂 我还给你买了洗壶套装 还有香薰套装 你不是嫌火锅有味吗 我特地给你买的 我好不好 怎么洗澡了 你不是让我别睡吗 我让你先别睡 我没让你洗澡啊 那 那 我 我不建议再洗澡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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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今天休息啊 哎呦 吓我一跳 好 夏佳 起来了没有啊 起了起了 我们一会儿零元见吧 哎呦 哇 好 妈 我们来看你了 子军哪 每年这个时候 陆下在外地不是读书 就是工作 没时间过来看你 现在好了 家家回东周了 每年哪 都能来给你尽孝了 我和你妈那可是一见钟情啊 当年你妈呀 长得别提多漂亮了 多少人追她呀 当时你爸呀 论长相 论条件都比不过人家 你猜你爸怎么着 怎么着呀 我想起了古人的那句话 要想抓住女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女人的胃 于是我就抓住了你妈妈的胃 每天都是欺而不舍地给你妈妈送饭 终于成功地把你妈追到手了 我看您就是想把我妈喂胖 然后就没人追她了 胡说什么呢 你以为你妈跟你一样是个吃货呀 你爸那是用诚意追到的你妈 是是是诚意 这故事都听一百来遍了 子军啊 佳佳到现在还单身着呢 前段时间相了个亲 还失败了 你说这丫头 傻呵呵的 给自己买花 你说 好可怜哪 子军 求你保佑咱们佳佳 快点给我送个女婿过来吧 陆主任 徐 徐家修 你 你怎么来了 我 我正好从附近路过 顺便接上陆家 是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你这都休息了 你还去开会 太辛苦了吧 这我们IT行业嘛 很正常的 那爸我先走了 我去跟徐家修开会 那去吧去吧 走啦爸 那陆主任再见 阿姨再见 慢点啊 子军啊 这比图成速递都快呀 你别让我爸看你了 看不见 我跟你说 你这个偶遇太可疑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故意的 你这是在危险别人试探 要是被我爸发现了怎么办 发现就发现呗 我们又不是高中生 那不行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开玩笑的 我要不撒这个谎 怎么跟阿姨打招呼啊 我妈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会很开心的 我们去哪儿 约会 好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让她玩袖子玩得自然 嗯 由于时间有点久远 我有点万为咬的是左臂还是右臂 所以说 我们要制定两套方案 方案一 牙印在左 方案二 牙印在右 师傅 你确定你咬的不是腿吗 那样可得做四套方案了 你别管 反正我咬的就是手臂 我们现在就该想一想 怎么能让她把袖子挽起来 打人 洗手 你们俩 我说的是此时此刻 当下这个场景里 哦 师傅 你有什么好主意 我的摄像师 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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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出现一下场景时 呀 水洒了 咦 那要是有人滑倒了怎么办呀 我来把它擦干净 就是这个样 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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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吧 没关系没关系 我就想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 没想到吓到你们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还有这种操作啊 还 还有这种操作啊 怎么了什么操作啊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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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臂怎么了 昨天不小心烫伤了 哦 哦 严重吗 哦 没关系小伤 你们需要点什么 哦 跟平时一样就行 嗯嗯嗯 好 稍等啊 哎呦 这又没办法雁鸣正身啊 是啊 好香啊 帅哥用的什么沐浴露啊 嗯 美女 我女朋友送我的沐浴露 我不就多洗两次澡吗 你至于笑成这样吗 哦 不好笑 我不笑 昨天晚上的火锅 您还满意吗 满意 光顾着吃 都忘了为什么吃了吧 没忘 我是严格按照公司规章制度 员工加班 老板买单 是这样吗 啊 那是为了新项目 研讨和命名提案 你都忘了吗 哎呀 我这个脑袋啊 叶洋洋他们胡闹也就算了 你也不以身作则 嗯 老板 我为什么要以身作则啊 你是老板娘 我是谁 你大点说我没听清 我是谁 老板娘 哎 那这位老板娘可就要发言咯 那你说 作为沃亚的老板娘 我对我们这次自主研发的项目 非常有信心 你看 我们之前随便做做的亲密术项目 就已经那么火了 这次我们可是投入了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精力 所以肯定没问题的 可是成功不是光努力就行啊 沃亚老板娘认为呢 这关键要看人 有的人呢只知道追逐市场 而有的人就知道开创市场 我觉得我们沃亚已经具备了开创市场的能力 你这么说老板的压力很大的 压力大 给你放首歌 轻松一下 最近呢在网上有个很热的讨论话题啊 就是关于男人的真爱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呢 男人的真爱只有一次 你不要听歌吗 就是她的初恋 我觉得这个栏目挺有意思 听你 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 让我们连接一下场外的热情听众 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徐亚修 嗯 你是怎么认为的 什么怎么认为啊 你 是不是觉得 男生的真爱只有一次 就是她的初恋啊 嗯 我觉得她说的 有道理 我就知道 说的肯定是杨沙尼 你渴吗 我们去前面商场买点水吗 那你在这儿等我 嗯 嗯 给我两杯没事吧 谢谢 纯直男 我生气你都看不出来 笨猪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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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我原谅你了 不过怎么回事呢 人家都说 岁月是把杀猪刀 怎么对你一点用都没有呢 嗯 还是那么帅 哎 哎 这小哥哥好帅啊 就是 帅吧睡吧 是不是这么帅 哼 这是我男朋友 再看看我自己 天生丽质 我跟徐家修才是男才女貌 哦不 是男貌女貌 就这么般配 等等 万一 我跟徐家修的初恋杀猪 你也没长残呢 万一那个杀猪 现在是肤白貌美 大长腿 还有钱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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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準備好了 除了 餅 餅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是一张看的最实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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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